明月出天山 苍茫云海间 月白色是遥不可及的明亮皎洁 赤、青、黄、白、黑 是中国传统蜂色 而月白色是白色中最冷气的颜色 在《歹族传说》中 月亮是天皇第三个儿子 岩茜所化成的 岩茜英勇顽强 曾率领岛族人民抵律外敌 然而却不幸战死 他死后化成了一轮明月 散发着柔和的月光 在黑暗中给族人带来光明 从此 每年的中秋之夜 百族人民都会举行拜月仪式 以此纪念言间 月亮高挂朗罩的颜色 就是月白色 据明代地经景物略记载 每逢元宵节及中秋节 京城女子都会穿着月白的白鳞衫 结伴在月光下漫游 称为走桥 在明亮的月光下 月白色的衣衫 隐隐约约闪烁着光滑 特别引人注目 古人也常常借月光 寄托千百种复杂的情怀 恋人海誓山盟的浪漫 游子浪迹天涯的梨愁 此时相望不相闻 愿逐月华留赵君 人生际遇无常 希望这轻蔑的月光 能带给你一丝安慰 月白色 是浪漫柔情的凉叶 是不畏艰险的英勇 也是遥不可及的纯净皎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